大家好,我是北投健康管理医院梁晨超医师 我们知道大肠癌已经十几年都是国人发生率第一名的癌症 大肠癌确实也造成国人同胞在健康上甚至是生命上的一个损失 那如何可以降低大肠癌的风险甚至降低大肠癌的发生率呢 我相信如果你可以做好一个大肠镜的一个检查 我们在检查过程中把一些造成大肠癌的一个前期变化 像是线流性的息肉把它切除 就可以大大的降低大肠癌的风险 那既然大肠镜这个检查这么重要 过程中呢有没有什么一些很重要的品质指标呢 我想如果你清肠清得很干净 那我们大肠镜的检查呢就可以检查得更彻底 就可以避免有一些息肉呢被粪便遮盖住呢 而漏掉的一个检查 所以在检查前大肠镜检查前有几件事要提醒大家 这边先为您简单说明大肠镜检查前的准备流程 检前三天呢必须要吃低渣饮食 检前二天呢也是继续吃低渣饮食 另外呢在睡前呢需要服用软便剂 在检查的前一天呢 在我们有准备了一些待餐的饮食 或者您自己可以准备低渣饮食 然后在晚上六点的时候呢开始进食 然后服用宝可敬第一包的泄剂 再加上睡前呢服用软便剂 检查当天呢一样减前不能吃东西 要进食服用宝可敬第二包的泄剂 那服用的时间呢会依据您检查当天的检查时间来决定 如果是在十点半前做检查 我们会在四点半喝第二包的泄剂 如果是十点半以后做检查 我们会在六点钟的时候呢喝第二包的泄剂 在您完成了大肠镜的检查预约之后呢 您会收到我们医院寄给您的一个检查前的资料袋子 里面除了有些检查相关的通知单 同意书以外呢 我们会附有软便剂 还有一盒要清肠的泄药 那这个清肠泄药如何来喝呢 它有一个标准的SOP 那待会就由我们医院的护理人员 来为您介绍如何来服用这个宝可敬的泄药 大家好 我是北投健康管理医院未肠科的护理师 那我会以北投健康管理医院所提供的清肠包作为示范 带大家了解里面的内容以及使用方式 清肠包理会包含有软便及泄剂 软便是提供两份 服用的时间分别为在检查的前两天 及检查的前一天睡前服用就好 举例来说 如果您是周五要来我们这边做检查 那分别为周三及周四的睡前服用各两科 市面上大肠内视镜检查通常的泄剂有三种 有耐福利散、护苏打跟宝可敬 那北投健康管理医院使用的种类是宝可敬 那可以说是里面口感佳、副作用小的 过去只要讲到做大肠镜常常就会在检查前 在喝泄剂这一关卡关 许多人形容传统的泄剂喝起来是有消毒水的味道 或者是有铁锈味 那一般只要喝到泄剂就会觉得很痛苦 也因此害怕就是拒绝做胃强劲 现在新一代的宝可敬 喝起来的口感很多人的回馈都很好 口味像是在喝柠檬口味的饮料 外加宝可敬的渗透压型泄剂 造成电解质不平衡的几率也大大降低 在使用上的限制也比较少 清肠泄剂要怎么喝 喝的时间要抓对才能帮助清肠更干净 那接下来为您说明泄剂服用的须知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宝可敬里面 它一盒是含有两包泄剂的 那要注意它服用的时候 务必要加水 不可以直接服用哦 避免灼伤 第一包泄剂的服用时间 不论检查当天是几点开始 请于检查前一天6点开始服用 那将泄剂倒入杯中加至常温水至150cc 搅拌至少5分钟 搅拌后立即服用 如果杯中还有看到一些残留的药粉 再加入少许的常温白开水搅拌后 喝下 隔一个小时后7点开始补充水分 每隔15分钟补充250cc的水 至少8杯 服用后大约2个小时 肠道就会开始排空下血 直到拉出的粪水呈现透明清澈的状态 就可以停止补充水分了 由于每一个人大肠镜检查的时间不一样 喝泄剂的时间也会有一点差别 我们就简单以早上10点半作为机枕区分 如果您的大肠镜检是在10点半以前 请于当天早上4点半服用第二包泄剂 那如果您的大肠镜检查是在10点半之后 请于检查当天早上6点服用第二包泄剂 泄剂的服用方式一样是将泄剂倒入杯中 加入常温白开水至150cc 搅拌至少5分钟 搅拌后立即服用 如果杯中还有看到一些残留的药粉 请再加入少许常温白开水搅拌后喝下 服药30分钟后 陆续补充250cc的水三杯 总共750cc 如果您的大肠镜检查是在10点半以前 请于早上6点后开始进水 如果您的大肠镜检查是在10点半以后 请于早上7点后开始进水 那有一些人他喝完泄剂之后清肠还是会稍微的不干净 那这边提供几项帮助清肠步骤更顺利的小Pepo 帮助清肠更顺利的小Pepo 第一点喝水训练 如果平时水喝的比较少 那我们检查前一周就可以开始练习多多喝水 一天至少1500cc 第二点喝完泄剂后多走动或按摩腹部 帮助肠道蠕动及排便更顺畅 经过护理人员的介绍之后呢 您有没有比较清楚知道大肠镜清肠的泄药要怎么使用呢 另外我们知道国人罹患慢性病的比例相当高 慢性病患者为了要控制每天都需要服用慢性病的药物 或是有些疾病呢 正在治疗中也需要每天来服用一些药物 为了您的安全 若正在服用以下药物的人 请务必确实留意注意事项 有在服用银杏、阿斯匹林、宝酸通或其他抗磷血药物 需医医师指示 您要3至7天 使用高血压药物的患者 请于检查前当天7点以前以30cc的开水服用 糖尿病药物及胰岛素 请于检查前一晚停用 以避免检查当天因为没有进食造成的低血糖 另外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问题 关于服用泄药方面 或者清场的一些疑问 也欢迎您可以利用我们医院的专线 可以电话来咨询我们医院的医护同仁 喜欢今天enote的内容吗 如果喜欢 欢迎您订阅、按赞、分享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栏目、体操作